这起偷鹰事件是在昨天傍晚6点半 在吉兰丹丹娜美拉中央医院发生 一对夫妇从几天前开始 就不停地在儿童病房徘徊 23岁的妻子还谎称生下了一名女婴 而26岁的丈夫在昨天傍晚 按照医院的程序 光明正大的领取一名五天大的女婴 一直到晚上9点 女婴的亲生父母惊觉孩子不见了 才揭发这起事件 经历了一幕的会计 她说有看到自己的 她还叫做一对父骨老出身的 还在审计长期间 然后我会坐在我身上 她就开始担持 她说能吃又出身 然后她也说ah 她也说是个手晓舞的 警方在昨晚十点逮捕这一对夫妇 将女婴还给亲身父母 初步调查发现涉嫌偷婴的夫妇 在今年六月流产之后就忧郁成病 一时想不开才会偷走女婴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63绑架条文 延扣两人四天驻查 事发后卫生部长纳都斯里苏巴马连指出 医院设有探望程序和保安 防止一般人随意进出新生儿育婴室和暴走婴儿 卫生部将展开全面调查 找出漏洞防止事件重演